大家好,我是顾外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终于点评向格林美,同龄有色,中国旅业,东方坦业,移求资源,中矿资源等 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像格林美 那么像格林美这一支个股呢,从大的一个方向 咱们前面其实有说点评在它破位140年均线的时候呢 讲到短时间之内,它没有占文140年均线上方 是可以不做留意 好,那么当前的话呢,我们再来看 从13块Gmojo的位置由下跌,跌到10块02的位置 那么在114年均线下方,它构作了一个小的平台 那么今天的话呢,一是方量的,二是呢,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反暴 三呢,从残论角度来讲,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强底分的一个范畴 那么出现强底分的话呢,那么对应了我们再去观察 就是像这里,个股的一个视角 前面呢,是一个日线的大的一个线权下 当前可以呢,把它作为日线的这样的一个线权上的发展当中 那么中间呢,从10块02的位置,它在140年均线下方 下方的节点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勾作了可以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 30分钟中枢组件来去处理 那么当前今天再一次出现这样的强底分 其实呢,是可以把它作为这个位置呢,作为30分钟级别的 二来卖点,三来卖点,三来卖点的类尔卖 后面能不能走出向上一比上呢 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去跟 跟的节点是什么呢 我们就以当,以今天的阳线尸体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基点 好,那么把底分形的底作为一个基础方向位 如果后面呢,只要不破,底分形的底这个位置呢 可以期待相当一比上 如果说呢,一旦破了前面的低点 那么对应的这一比上就属于不成立 它还属于从11块4毛6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一比下的前线当中 好,所以说呢,这是对它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视角 而且呢,今天它是股价重新站上114年级级级上方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应该怎么去跟呢 我们用更小级别来去观测 例如用五分钟 用五分钟的话呢 其实它当前走的是一个五分钟的线权上 五分钟线权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咱们刚才用日线推行的面所观照的 从10块02的位置 好,这是五分钟大的线权上 五分钟的大的线权下 这个位置呢,走的是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上 这位五分钟盘整下 那么当前呢,墙底分 墙底分出现了一个同时 对应的后面呢 可以用五分钟的二类买点去跟 就是后面的话呢 打比方给出一个五分钟的线权下回落 线权下回落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不破前面低点 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去跟 二类买点去跟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三十分钟中枢处境 那么当前呢,墙可以走向上离开段 好,那么呢,不强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用中枢延伸 就在这个位置 如果突破前面高点 它实际上就在走三种线权离开段了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强,它能够组建一个五分钟下 五分钟线权下 五分钟线权上 五分钟线权下走一个五分钟的走出类型上 然后呢,在走出类型上之后 如果说能够走出来 走出一笔上 五分钟是组建一个中枢 然后再观察线权离开段和它有无被迟 所以说回撤的话呢 只要说不破前面低点 五分钟线权下回落 是可以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去跟的 当这个结构一旦走完 如果说它的一个离开的力度比较强 后面呢,给一个五分钟的走出类型下 五分钟的盘整三成的线权下 回是不破这个中枢的上沿 又可以把它作为三十分钟级别的三连买点 所以当前的话呢 对于格林美这类个股呢 可以这样去跟 这种一切的前提是什么呢 它未来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去走呢 不知道 也无需知道 但是呢,当前出现这种强底分 而且它的低点呢 从10块02 低点低点是太高的 可以去跟 好 如果说呢 本来是以低息的一个视角 低息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五分钟的现在下回落 低息,低息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 结果呢 反周力度比较弱 后面再往下 把这个底分心的底给破坏掉了 那么呢 它就属于你能买入条件 相当于是发生是失败的 那么对应呢 就纠错 纠错过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重新再去观察 再去跟踪 好 这是就是呢 什么情况下 是要纠错的 什么情况下呢 是可以不断的用买卖点去应对的 它能不能走出 从三十分钟 首先三十分钟这个向上离开 能不能走出来 走出来内部呢 当用五分钟级 五分钟级别的买卖点去跟 这一个视角 如果走出来和谈谈 吴备驰 那么在观察后面 它会不会给出 现在五分三十分钟级别 三点卖点 会不会过出第二个三十分钟书 就是走势呢 是生长的 然后呢 去不断去跟 它出现这样的那个节点呢 可以去作为一个观察节点去看 好 这是 格力美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因为本身呢 它是 业绩是有支撑的 然后呢 前面调整的话呢 也是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支线的线端下调整 线端下调整的话呢 当前 有这个小的平台 今天是方量 所以说呢 后面可以有这个底分型的 强底分 强底分的 底分型的底 作为一个防守位来去跟 即可 好 这是格力美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同龄有色 好 那么同龄有色的话呢 当前对应的一个节点 它是 在一百十四年均线的位置呢 有个小的震荡 当前也是微微带量 带量过 做到那么像支类个股 从5块7毛2 跌到3块2毛1 前面呢 是一个 日线的这样的一个 线端下 线端下的话呢 它存在明显的这样的背驰 就是呢 从5块7毛2的位置 这是一笔下的一个下跌 一笔上反弹 再一笔下 好 那么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对应了它是 下跌的斜率 明显变缓 MSD底倍率 好 那么反弹的话呢 这是一笔上 当前的话呢 没有形成一笔下 这个位置还属于一笔上的一个延续 一笔上的延续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后面重点观察的一个节点呢 是量能不能起来 如果说量能能够跟上 它调整比较专门 又在140年军业附近 是可以作为一个 跟踪的视角的 就能调整 调整有结构 有背驰 当前的话呢 只要说持续有量 那么它就有机会形成 反弹的一个 可能性 那么我们在更小结构来去观察 例如用5分钟 就是从3块2毛1 的话日线 它属于之前一笔上的一个 发展中 那么用5分钟的一个结构 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这类个股 它当前表现并不算强 但是呢 从3块2毛1来讲 它走的是一个 5分钟中枢延伸 5分钟中枢延伸的话呢 那么对于 通灵有势 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中脸观察的一个 视角是属于 接下来 只要始终不破 这个5分钟中枢的 5分钟中枢区间 那么对应的 要么是作为5分钟级别的 三类买点 来去看待 要么作为5分钟中枢延伸来去看待 就是它只要不跌破 这个5分钟中枢 的下沿 反抽 给出这种 二三类卖点的一个重合 那么呢 回落是可以用 低吸高炮的一个视角去跟的 就是一 大的角度来讲 日线 它是有个日线新增下 有被辞 当前呢 在114年居然附近 进行震荡整理 当前那方的量能有所表达 好 同龄有事 那么而且这类个股 它的业绩也是有支撑的 就像在 就像中国旅业 在它没有涨停之前 在这个节点 咱们也是用这样的视角 日线迪贝离 MIC迪贝离 周线MIC迪贝离 本身又有业绩 国家是腰斩的 所以说呢 是可以期待一个短线的 气筒性反弹的 那么当它真的反弹过 周围的话呢 后面就需要用走势生长的角度去跟了 好 刚才看到的是像 同龄有事 所以说呢 像这类个股的跟踪节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从 安全边际的一个视角来考量的话呢 是可以去跟一跟 但是呢 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防守位 第一 即便去跟也不是说 再往上的话呢 去追 而是呢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回落 回落的话呢 对应了下方 用个比较 如果说用对残率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没有入门的 把下方低点和低点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连线 不破 回踩低息 不破 持有冲高的话呢 那么关他能不观察他的量呢 能不能跟上 能跟上的话呢 沿着五军去跟 如果说呢 向上量呢 也没有跟上 或者是 给出一个中阳 苍阳 再往上呢 就找卖点了 防范呢 是因为持续性这个 是需要去跟的 而没有办法 不好 当前呢 还不能 过早的去判断 但是去跟 走势生长呢 如果破了这个区子线的话呢 那么可以先纠错 先离场 好 那么我们再看向 中国旅业 中国旅业的话呢 就咱们点评过之后呢 涨停 连续中高 当前量堆是起来了 量堆起来的话呢 那么 当前的一个剧情 它实际上走的 还是一个 从5块05的位置 是属于一笔上的延续 那么不过呢 在上浪过程当中 它的阳线尸体 是在不乱收窄的 阳线尸体不乱收窄 那么不乱收窄 代表的是 由多头绝对控盘 绝对占优 到了 多空相对平衡 所以这个位置呢 再往上肯定是 不能盲目去追 但是呢 如果说 当前走的还是一个 五分钟线线上 但是如果说 给出五分钟线线 下回试 那么呢 可以把我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 来去跟 就那这个位置 如果说回试 以掌停板的一个 掌停位置 附近的节点 作为观察节点 如果说掌停板的位置不破 这个位置 走一个小震荡 或者走个 五分钟中的处境 可以用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去跟 超高的一个视角 相当不去追 好这是中国旅业 本身的话 业绩是有支撑的 然后呢 前面是 股价是腰斩 再结合呢 日线的底背离 和周线的 周线的 周线的话呢 他当前已经呈现 这样的一个强底分 日线的话 呈现这样的底背离 股价腰斩 好这是 中国旅业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东方坦业 东方坦业的话呢 那么你会发现 他也是有个特征 什么特征呢 他前面从18块 一毛八的位置 一路下跌 跌到什么呢 跌到9块5毛7 也是接近腰斩 接近腰斩 然后呢 那么下跌过程中 也呈现是 现在MAC底背离 但是呢 当前的一个走法呢 他是一涨停 小平台突破 所以说 这这类购呢 是比较适合用 涨停 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好 这是 东方坦业的一个 技术观察视角 而且呢 连续三根开线的话呢 他又组建了 这样一个强底分的 一个走法 所以说呢 后面 看他给不给 这样的一个低息的节点 如果说给这样的低息的节点呢 其实是可以用 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如果用残论结构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同样的 我们来看 从他 短期的这样的 9块5毛7以来 他推运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把它作为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五分钟书 不但延伸的 一个视角来去看待的 比如说 从9块5毛7的位置 这是一个 第一个五分钟书 好 然后的话呢 这可以把它作为 第二个五分钟书 然后呢 他的一个推运的话呢 可以用 几种不同的方式 例如说 那一种方式呢 是把这个位置作为 中书不断延伸 如果说呢 后面 在那回车 有接触的话呢 他实际上可以作为 中书延伸 不断升级为 三层中书 然后再向了 这个位置转化 新的三层进入段了 这是一种推运方式 就是看他后面 会不会张旧走 第二种推运方式是什么呢 第二种推运方式 是把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五分钟 五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作为一个 五分钟走势类型下 那么当前的剧情呢 是新的五分钟 向上哪个开启 新的五分钟 向上开启的话呢 那么最起码 他要必然会 最起码要给一个 五分钟中书 然后再向上走 一个向上离开段 然后这个结构走完 如果强的话呢 在发展成为 五分钟的趋势上 如果弱的话呢 这个结构走完 一旦发生背词 那么呢 再组建一个五分钟 五分钟走势类型下 这位可以组建一个 三十分钟中书 然后再起来向上离开段 所以说呢 不管从哪一个 总推演方式 像之类个 我如果说有短期 有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线转 回落的话呢 都可以作为 短五分钟级别的买点 来去应对 来去处理 好 这是东方弹业 那么我们再看 它的基本面来讲 也是有业绩的支撑的 好 基本面呢 有业绩支撑 然后位置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前面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 调整比较充分 近期的话呢 有这样的量的体现 所以说呢 用DCE的视角呢 是可以去跟 你只要把底分析的底 作为一个 技术的一个防守位 即可 好 这是东方弹业 那么我们再继续 往下面去看一下 一修资源 一修资源的话呢 对应呢 它也是如此 也是呢 从七块四毛八的位置 调到什么位置呢 调到四块一毛一 调到四块一毛一 是在一百四十年均线 位置呢 有一个增大平台 近期的话呢 量能稍有提振 MICD的话呢 也是刚刚上零周 像之类个股的话呢 它目前其实并不能视为走强 但是呢 前面有一个调整比较充分的 一个结构 日线的先端下 有被磁 然后呢 当前是属于这样的震荡 但是它还没有突破 这个没有突破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 一百四十年均线 到五元的位置 这个均线是属于震荡的一个做法 震荡做法的话呢 那么直播称 这类个股 它也是有意义之称的 所以说呢 对于一些周期类型的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 给它讲了一个区分 就是呢 如果说是本身 叠加新能源 叠加锂电池 叠加新能源 这方向呢 有的个股呢 其实是在天上飘着的 那么轻易的 不要去盲目的去追高 但是呢 如果说本身有业绩提振 然后呢 股价调整比较充分 有结构 敌位周期 那么呢 一旦有自己移动 其实是用当前这样的 一个行情积联上面来讲 用低吸高波的视角去跟 是完全可以的 好 这是 一求资源 那么用 残论结构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实际上 是一个中枢的延伸 好 那么这个基点的话呢 它的推演方式也是可以用 两种不同的一个视角 第一种视角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 五分钟中枢的一个延伸 如果说呢 最终能够延伸 升级为九段升级为 三十分钟中枢 那么再走向上离开段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进入段 走一个新的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好 另外一种推演方式是什么呢 五分钟上 五分钟 走势类型下 当前的话 实际上中一段 下没有破前低 上一呢 也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回射 不破前面地点 反正选择向上 选择方向的话呢 那么可以观察 它后面会不会组建 三十分钟中枢 然后的话呢 再期待向上离开段 好 这是用长连结构来去看 那么当前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只是用中枢增当的一个视角 低级高货的位度 来去跟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 像中矿资源 像中矿资源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当前就属于 在天上飘着的 而且它之所以能够在天上飘着的话呢 跟什么有关系呢 除了它虽然说也在有市板块当中 有在周期股当中 通知的话呢 它也符合什么呢 它也符合像锂电池 特斯拉 像 像 属于新能源 叠加新能源方向的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能不能分析 能分析 能不能跟 能跟 但是呢 如果没有的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是不建议去 就属于那么的 经过一波强势的拉伸过之后 再去追 是毫无意义的 就说呢 如果说手中有 打二北方 你在什么节点呢 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有介入 那么呢 你只要说它不符合 没有符合你30分钟级别的 没有符合更高级别的卖点 底上可以始终自由 然后的话呢 用五分钟级别买卖点去把握去应对 比如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那么不管它位置在这个位置 还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只要说更大级别的卖点 没有出现之前 你都可以去跟 小级别的话呢 浮动仓位把握第一高抛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没有在这样的节点 没有在这样的节点 去布局去把握去跟踪 那么呢 当它涨到这个半山腰的位置 能不能介入 能不能介入 没有必要去赌 去猜它位置会怎么样 这是用残 用残忍的一个视角来讲 就属于 介入之前一定要思考 它是不是买点 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一个买点 好 就是呢 宁愿 多花点时间和精力 去寻找 处在什么呢 调整比较充分 复在就能处于某级别 较高级别 例如日线级别 或者30分级别的 某类买点附近区域 是机会 是牛股 而不要呢 已经走出大牛股 我之后呢 再去想着 我赌它位置 还能继续上涨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 所以说呢 那么在当前这个位置 就能如果说 你想把握 日线级别的买点 30分钟级别买点 一时半分 它出现不了 只不过才处于 日线的一比上的延续 只不过呢 从更大的一个维度来讲 这位置可以做一个 日线的中枢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 像上的话呢 完全可以走 现在向上离开段 但是这个离开段 和前面相比 大概的会发生被迟 好 那么只不过像这类 个五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就属于日线 还是一比上 一比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你要是用 30分钟级线线上 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剧情 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五分钟的 前面这位置 可以作为一个五分钟 中枢的延伸 然它再走向上离开段 那么跟踪的一个节点呢 是什么 就属于 没有的像这类 不愿意去追 但是呢 如果说你用 超短的一个视角 其实任何个股 它只要符合 某级别某类型的 卖点超短的维度来讲 五分钟级别 卖点去应对 这一点呢 倒是更加灵活一些 如果后面这个位置回撤 五分钟线线下回撤 不破前面 这五分钟中枢的上沿 对应的话呢 是可以把这五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来去跟踪 来去看待 但是有一点什么呢 因为这是个中枢延伸 中枢延伸的话呢 从52块 52块2的位置 好 52块2的位置呢 它这五分钟 已经做了一个结构了 如果说一旦出现什么 出现急速的调整 出现什么顶分破坏均 那么呢 又是大的一个风险点 在大的卖点附近 小的卖点可以放弃 如果说大的卖点附近的话呢 小的卖点卖点过周的话呢 它可能会形成新的买点 好 这是中况资源 但是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也是有基本面的支撑的 只不过呢 像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就是有些股有习惯性的是什么呢 你其实你只需要把自己 教育过的个股 有一个复盘的一个习惯的话呢 你一般在什么技术特征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相对位置上面 去接入 你能够冷静下来去总结去分析 那么呢 才能够不断的去改掉一些坏习惯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对于 不管是格林美也好 同龄有事也好 像中国旅业 东方坦业 宜求资源 其实呢 不管是 底位周期 还是底位科技 那么呢 只要说前面调整 有结构 有背词 人的基本面 有配合 近期只要有量 那么呢 用五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可以先去尝试 只要有纠错的一个习惯 有这样的一个纪律 然而是以DC的一个视角 而不是以最高的维度 其实呢 任何阶段性的行情 其实都是可以去把握的 只不过呢 不同的节点 可能有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重点 不同的仓位控制而已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好 再见 再见